好再看到秀林湘民代表会乡镇总咨询 23号是由秀林湘民代表蔡培火来为地方发声 针对柏拉脑段地号被国家收回 影响到原地土的权益 也请公所能够多加协助 秀林湘民代表会江镇总咨询 23号则是由秀林湘民代表蔡培火来为地方发声 针对柏拉脑段地号被国家收回 影响到原地土的权益 也请公所能够多加协助 另外针对同一号桥新建案 也希望乡镇能够协助地方来处理 我们从小在那个地方耕作的 这个25甲的土地 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还给我们 所以我在转系正义委员会 我有提出来 那后来这个案子有送到中央去 我记得公所好像农金客张小姐 有带了一些零物级的 有来了我在那边碰到三次了 我说你们来干嘛 他们说是要美目调查 然后以便由农委会 移交给延民会再交给乡公所 他的答复是这样给我回答的 我不知道实际的状况 他总共已经来了三次 也是蛮积极的 所以实际的状况怎么样 将来的做法要怎么样 我希望 因为现在目前的主政单位是民政客 之后应该是农金客 希望这两位客长 希望把一些比较详细的情形 以及未来的方向怎么样 是不是能够在大会能够提出报告 水保级也有来 水保级跟水利级都有来 我们乡长也有陪同 所以特别谢谢我们乡长 还有公所的同仁 我想这个工作都有在继续进行的 但是接下来的工作是 要请先政府 在积极的 把这些工作做好 新闻乡长外面贵也一一回应 新闻乡带蔡培活的词询内容 现在刚刚讲的公共造产地 是不是要解编这一块 其实我已经正在做 刚刚科长也报告得非常清楚 我想很多的事情还是要依规定来做 当然如果是可以走改配的一个方向的时候 当然我们就是要以改配的方向为主 这个是一定要的 但是我还是要回到行政人员的整个行政面 还是要依规定 整个程序 程序一定要依规定来走 因为会在前几次会都首肯 就是说一定会帮我们做一些处理 那工作 平估的整个报告里面的一千五百万 我想我们也会尽我们的全力来拜托幸福 那我也亲自为了这个案子 就在十月底在文朗开过之后 我就亲自也跑到法理宪政府 去追踪这个案子 在这里还是要跟各位乡亲说 这个案子其实政府已经在处理 宪政府在处理 那远远会的部分 我地计三十号要前往台北 送奖 下午的时间我会跑一趟远远会 也是针对我们有几个大案子 来去争取 今天下面代表蔡佩霍 也率领着文朗村长田文才 汉米亚王部落主人们 来聆听咨询的过程 也希望透过咨询的时间 让村民们了解此人的权益 同时也了解公署的继续作为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